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這次來上海的隔離經驗分享 那我這次個人的話是從台灣到上海隔離完14天之後會再到福建去工作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說在台灣的房地隔離需要準備哪些東西 那首先第一點就是你要先確定好你的機票航班跟日期之後 在你航班的72小時以內到指定的醫院下面算去做核酸檢測 那例如你的航班日期是4號 那你最早的話就要在1號的時候就可以先去做核酸檢測了 加急件的話可以在今天檢測那隔天的下午就可以拿到報告 那如果說你去醫院掛號的時候你可以先準備好 第一個是電子機票的憑證 那再來是護照銀本台胞證跟核酸檢測書 那核酸檢測書的話可以在醫院的官方網站上面直接下載到 那目前我這邊查到的資料一般來說 檢測費用大概是6000到7000元不等 那有些屬立醫院或是市立醫院可能會5000多塊 那大家可以在自行上官網上去查詢這樣 那你到櫃台掛號報到之後才給你一張單子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去他們檢測的單位下去做檢測 那檢測完之後隔天就可以再回來拿報告 一般的流程是這樣 那登機的當天除了護照跟台胞證之外 還要另外帶一個東西就是核酸的報告 那這張核酸報告其實是給在登機的時候的地勤人員看 到上海之後他們會再重新再做一次檢測 那我這次做的是吉祥航空 從桃園飛上海的機票錢大概是3000多塊錢 報到的時候地勤就會先讓你掃碼 有一個微信的小程序碼 然後你可以讓你先寫一些上海的入境資料 那這邊比較建議你先記得你大陸的聯絡人的地址跟電話 因為到時候他們需要填寫這些資料那會比較方便 寫完之後按保存它就會生成一個健康碼給你 那這邊記得要先截圖備用 再來講行李的部分 那吉祥航空的規定是拖運23公斤 手提行李是10公斤 那我個人的話是一個拖運一個手提外加一個後背包 那沒有什麼問題就這樣登機了 那登機之後我這邊建議大家可以利用空閒的時間 先把下面的資料先寫起來備用 因為之後這些資料一路到隔離酒店之前都會還蠻常用到的 那第一個就是航班的號碼跟你的座位號 那第二個是台包證的號碼跟護照的號碼 第三個是在路的緊急聯絡人資料跟電話 第四個是你在大陸預計前往的地址跟居住的地址 那特別要注意的是你下飛機之前記得先去上個廁所 因為飛機上的廁所會是在你拿行李之前的唯一廁所 請一定要在下機之前上個廁所 不然真的到時候會很憋 那落地之後防疫人員會先上飛機 然後做一些檢查相關的東西 那大概會等二到三十分鐘之後才開放下飛機 下飛機之後會有一條非常明確的道路去指引你怎麼走 所以不用害怕會迷路 那出去之前的話他們會先給你掃一個 就是你在台灣時取得的那個健康截圖碼 那你先把它拿起來 那他們到時候會先去掃那個碼 確認健康之後他們就會讓你進去 那之後他裡面會引導到很多的各個小站點裡面 那會先去拿採樣的同意書 然後填一些資料 再來是取採檢的試管 然後再去做核酸的檢測 取完行李之後就可以正式的出關了 出關之後防疫人員會問你說要去哪邊 那他們的話是有說上海租房的話要往左邊走 那如果是其餘地區的話往右邊走 那這個東西它是分配說你的大巴 他們會之後會後面會有轉運站 那之後會再用大巴的方式把你載到各個防疫的隔離酒店去 那到了轉運站之後 他們會先讓你掃一個微信的小程序 然後一樣再寫一次相關的資料 那每一次寫的資料都是不一樣的 那這邊的話 他填完資料之後會把你的台報陣線收走 一直到了酒店之後才會再還給你 那我們以我自己個人的經歷 他上大巴然後坐到酒店之後 他會再發給你一份資料 這邊是要用手寫的資料 那這邊一樣就是建議你準備一支筆 因為會比較方便 有時候常常會需要填寫一些資料什麼的 那這邊的話主要填寫就是你在大陸居住的地址 就是你最後面會定居的位置 那這個地址一定要先準備好 填完之後你就可以準備入住了 那依靠各地區的隔離的方式不一樣 那我們這邊的話 他隔離的天數是到達的當天不算第一天 時間會從隔天的開始才算是隔離的第一天 那入住時我們就會先收取15天的相關費用 那包含房費、核酸費 那我這次住的是上海租金的格林號泰酒店 那費用的話是200塊錢一晚 餐費是60元一天 然後外加一次的核酸檢測費是80元 最終收取的費用是4200塊 那飯店的話他們是說最後會多退炒補 那我們這邊外賣的話 他是只能夠叫水跟水果 然後還有一些簡單的零食 那我這邊會覺得建議大家 出發之前可以先準備好一些不含肉的乾糧 像是一些沖泡的飲品 或是一些吃的什麼的 會比較...至少這15天內會比較好播一點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有什麼問題大家就在下面留言 掰掰